下一個短講是我本人 然後就是我要分享一下 怎麼用2D揪鬆畫地圖 以及分割畫面小幫手要怎麼使用 畫面,謝謝 那這邊就是今天的共筆 那共筆的連結在那個 就是短講登記上面看得到 那麼我今天主要就是 現在要展示兩個東西 一個是2D Chat Online 跟分割畫面小幫手 那2D Chat Online呢 就是 它就是本身它也是一個狙擊聊天室 所以例如說我在進來之後 然後 可以按右邊登入 然後你可以選一個名字 然後你再看你要登入哪個聊天室 所以這聊天室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你就按Join之後 你就可以進來了 然後就看到你人在這邊 然後你也可以按右上角 Camera這邊打開Camera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人物在移動 出來出來出來 好 所以看到人物在這裡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講話 所以只要其他人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一起在這邊聊天 那這個是目前的使用方法 那我們要怎麼樣畫出一個這樣子的地圖呢 那我在下面有附一個 地圖編輯的一個網址 那這個地圖編輯的網址 點進去之後 那一樣就是你可以選擇你一個房間的名稱 例如說我就叫Romney Tester 然後我這邊我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按上下左右 控制左邊的人移動 然後我們這邊有四個圖層 第一個圖層 result就是我們目前的地圖結果 第二個圖層 ground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的地板 所以我這時候移動的時候 它就是一格一格移動 然後譬如說我想要換成這種 比較磚塊地板 按一下這個地板 然後我就按空白鍵 我就可以把這個地板換掉了 你可以上下左右 再用空白鍵的方法來換地板 那麼也可以就是自己重新畫你要的牆 譬如說現在看到 如果你進到牆的layer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現在牆的部分會變黑色的 那你就可以譬如說這樣子就可以拆牆了 或是你可以把牆弄成不一樣的形狀 然後object就是你可以塞一些物件 那麼現在的物件我是塞了一些 就是當初想要做線上黑客的時候 覺得需要的 例如說桌子椅子 白板之類的 然後以及食物區 所以物件的加法也是一樣 譬如說你先用滑鼠點一下點在物件上面 然後它被黃色框框起來表示你選好它 那再來就是你在移動人的時候按空白鍵 你就可以把這物件加進來了 好那當你編輯好地圖之後 你可以按Safe to Cloud 這個的 那麼它就會把這個地圖 存到這個坊間裡去 所以記得就是你如果要自己要編輯的話 你要先改一個你自己的坊間名字 好所以我按Safe to Cloud 按下去 好那現在你要看你的 你要看你的那個地圖的樣子 實際用你的地圖的話 你就可以點進 原來的那個就是 這個介面 然後我剛剛叫做 Ronny Test 所以我現在Rune 就不是用 Chat2D 而是用 Ronny Test 然後Join 然後就看到現在這個地圖 就不一樣了 就是那個 我剛剛新畫的地圖 所以像這邊地板顏色也變了 然後這邊有增加幾個物品 那再來就是我要怎麼在裡面 再加一些 比如說NPC 或者是加一些圖片呢 這上面這兩個 這是BUG 這應該要消失掉 這是在剛前一個房間的 所以 又發現一個BUG 好 那如果你現在要加NPC 或加物件的話 我們可以到 這個地方 然後你按一下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東西可以加 一個是NPC NPC的話就是可以加個人物 然後按一下NPC之後 你就選說你想把NPC放哪裡 所以按一下這按鈕 然後再說我要把NPC放在這裡 好這邊就塞個NPC了 那這邊就可以幫NPC加名字 比如說我叫他Alice 然後這邊可以選你要用哪一個人物模組 然後這個Way就是說 你希望他往上下左右哪個方向看 比如說我往下看 往左看 往右看 然後這個C-type有分幾個 Nearby就是說 當你人物走到附近時 他才會講話 所以 像現在他不講話 但是我現在就移動我的Ronnie 移動到附近他就跟你講Hello 你離開就不講 所以這是Nearby的用法 那Always就是他永遠都會講這句話 就是一直開著 然後 然後 那個 Carrosio 就是 他就是像那個 換燈片一樣 他就會持續講不同的話 比如說 Hello 你要用 咦 OK要從其他地方複製貼上 就是 你要 他的話是可以用Enter Enter然後 講好幾句話 他就會輪播這些要講的話 然後 最後第四個 就是說 這兩個混合 就是你要靠近他 然後他又會輪播你要講的東西 然後你再按 Add Object 就可以儲存好這個NPC了 所以 之後進來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 進到這個地鼠裡都可以看到這個NPC 所以第一個是NPC 再來是圖片 那圖片 我要加圖片的方法就是一樣 就是我選Image 然後我先選我圖片想要的左上角 再按一下我想要的右下角 然後選好之後再來這個地方 輸入一個圖片的網址 所以例如說我現在隨便Google搜尋一張圖片 5566的圖片好了 然後我就複製這個圖片網址 然後我把它貼過來 我們就看到5566的圖片就被貼在這個地方了 那再來第三個種類是iFrame iFrame就是你可以潛入一個YouTube的影片啊 或是任何的網站 那麼 我就先隨便選個範圍 放在右上角的白板 好 然後我這邊放一個iFrame的網址 那這iFrame的網址 我把我們共筆放進去好了 那我們就看到 它就共筆被殺到這裡來了 然後我們點一下 它就可以展開來 沒有展成功 所以又是一個bug 有有有有 然後點外面就可以 就跳出這邊 所以以上就是 這個2D RPG大概的一些地圖編輯功能 那今天現場 就是黑客宗現場也有Steaming 有在做一些修改 那如果大家對於就是2D 就2D修送有什麼想像 有什麼想要的、許願的話 都歡迎就是可以到就聰頻道來許願 所以這部分是2D Chat Online的介紹 那再來下一個是 分割畫面小幫手的介紹 那分割畫面小幫手 它的介面是長這個樣子 它有六個區塊 我先講一下什麼是分割畫面小幫手好了 就分割畫面小幫手主要功用是 它可以把原來GZ的介面是很 很自私的那種聊天室介面 就是你可以點一個人 把那個人放大來看 或者是說可以看到好幾個人並排的圖案 這兩種模式 那除此以外 你可能就比較難有其他不一樣的模式了 那分割畫面小幫手 就是想要讓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把你的GZ聊天室 變得就是可以用任何形式寫實都可以 你都可以自行編輯 那它的用法就是 你可以選擇有幾個場景 例如說我現在預設的有三個場景 一個是單人全螢幕 就是目前它就是直接把其中一個人全螢幕放大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按編輯預覽 可以看到它的HTML長什麼樣子 以及它的預覽會長什麼樣子 那我目前預設有做三個樣式 第一個就是單人全螢幕 第二個是四人分割畫面 所以像剛剛前一個活動FTO的 FTO的四人對談就是用到這個功能 然後只是後面再用CSS 再多加上四個人的介紹文字 那自動增加多人這個就是說 它可以依據你的人數來自動編排 自動編排 那這個目的 我希望是把它變成有點像是GZ一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看到這頁 其實就已經等於是一個GZ聊天室的功能 那我要怎麼使用分割畫面小幫手呢 那我用一下我們現在的那個 進到一下我們現在的頻道 這樣子進來後 那我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人 然後 譬如說我選四分割畫面好了 那我這個地方有個新增畫面 然後我就選四分割畫面 然後我就按新增 那它就幫我新增成一個視窗 但是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呢 原因是我還沒有選這四個人是誰 那我就可以按這個地方選 比如說第一個 是選Roney Wong 就是我現在正在投影的 那你就看到左上角這個是Roney Wong 那第二格我也可以選一個 譬如說我自己的CAMERA好了 那我就看到 右上角就是我的 我的CAMERA 所以 透過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可以自由的 就是誒我這邊寫我要的HTML 然後HTML裡面你只要寫說 加上Class等於VideoBox 然後它這個區域就會變成一個可被設定說 你要顯示誰的一個區域 然後這邊加上DataID等於多少 那這個等於多少 就會讓你變成在選的時候 這個地方譬如說User1User2User3User4 就是來自於這個DataID1234 然後 如果像GZ有一個技術限制是 它不會全部成員都是以高畫質顯示 它只會一次只允許一個人高畫質顯示 那這個時候 你要是允許哪個人高畫質顯示 那這個地方我加一個叫DataSelect等於True 只有這個人會被高畫質顯示 其他人都是比較低畫質的 好 所以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還可以就是 你選擇說這個人一直在吵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mute掉 按下去它就可以靜音 那以上就是大概功能的介紹